今年上半年 在上海、江苏、徐州等地 发生多起头戴硅胶人脸面具 伪装成他人入户偷盗的案件 那天晚上就是这样子到人家家里去了 是吧 调查发现 网络上确实在销售 这些仿真硅胶人脸面具 甚至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价格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有的商家还宣称自己的产品 可以通过打卡机等人脸识别系统 广州一家面具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的硅胶人脸面具 可以与真人达到90%的相似度 但由于人脸识别系统有时受光线影响 所以不能百分百保证通过扫脸 不能保证它百分百通过 识别的话 因为扫脸这种东西 并引读太多了 它有时候就是 它光线的问题也会影响到 这些扫脸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不敢保证 而另一家惠州市惠阳区的 硅胶面具生产厂家 则信实淡淡地承诺 自家生产的高仿真面具 可以骗过人脸识别系统 我们晚上都95% 98%以上 我说了我们刷卡都可以够 可以真人吃一模一样 那一天就在嘴巴能动门喝茶 眼睛可以看到你眼睛在眨上来 我们听着我们去刷我家的 那个门铃的这个 照样能进去